读课文 达尔文 1809年2月12日 达尔文出生在英国 他的祖父是一位医生 诗人 和动物学家 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 很有名的医生 他们家门前 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花园里果树成行 鲜花盛开 十分惹人喜爱 达尔文的妈妈喜欢种花 夏天的夜晚 达尔文常常跟妈妈在一起 专心听妈妈 讲述种花的知识 有一次 达尔文看到花园里的玫瑰花开了 就伸手去摘 哪知道花没摘到 手倒被刺破了 他赶快去找妈妈 妈妈一边给他挑手上的刺 一边对他说 玫瑰花是好看 不过有刺 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刺伤 以后你不要再去摘它了 接着妈妈又给达尔文 讲了许多关于花的知识 达尔文听了 连连点头 花园里还有很多小鸟和昆虫 达尔文很喜欢这些小生物 他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 有惹人喜爱的鸟蛋 色彩艳丽的大小蝴蝶和各种小甲虫 上小学的时候 达尔文的口袋里 书包里 总是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石头和动植物标本 他不仅爱收集动植物标本 还阅读了许多描写动植物的书 他边看书边做记号 碰到不懂的地方就向人请教 达尔文经过二十多年的刻苦钻研 揭开了物种起源的奥秘 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 写出了一本科学巨著 物种起源